这...还是我认识的地狱嘛 我的地狱传送门为什么变成钻石做的呢 江我是可乐 告诉大家一个可怕的消息 我的MC中病毒了 现在整个世界都是随机方块 根本玩不了怎么办啊 谁来帮帮我啊 路上随机抓到了一个幸运小伙伴 他跟我说想让MC变回原样的话 就必须顺着这个程序的指引找到十个方块 中毒死了就得重来 我看看啊 第一个方块是101号铁栅栏 诶 事不宜迟让我们赶紧开始 根据我的合理判断 这附近基本都是建筑方块 而铁栅栏是一个装饰性的方块 所以直接找肯定是找不到啦 我们要去找铁 然后自己合成 找铁都需要石搞 所以我们得先弄到石头跟木头 不愧是我思路相当明确 唉 这什么 哦 蜜蜂块 哇哇哇哇哇 诶 等一下 蜜蜂块上好像没法跳啊 那我要怎么上去呢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你看我刚把自己从坑里跑出来 就找到了石头了 连老天爷都 刚刚只是一个三色的衣瓦 没错 单纯运气不好 这次肯定 怎么又是独虫啊 没想到有朝一日 我居然被独虫打得落光而逃 真的是事风日下下下 我怎么一直在往下掉啊 啊 观众朋友们我想起来 这是1.17的细血方块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 等等 我才这细致的解除过锤子啊 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我弄死啊 救命啊 我要怎么出去啊 等等 问题不大 只要我们降到最底下 然后再把这些细血方块都挖掉 不就啥啥也没有了吗 啊 光针啥玩给MC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冷静 啊 我不要招铁杖了 换一个换一个 61方块 车车啊 熔炉 哎 这个简单 车车车 光速找到 可以 好巧啊 好巧啊 下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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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9 红杀岩 等等啥呀 这有点 等等 我旁边这个不就是吗 哈哈 请叫我欧黄可乐 这不弹幕说话不666 哎 店家的我是不可挡了 下个 风石中心起 轻松轻松下一个下一个 不过我得先找个安全地方试驾 话说我身上也没有羊毛哎 还得去找点羊毛 呃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大家平时要记得爱护自己的手机和电脑哦 喜欢想要帮点关注 可乐经理和爆米话味的可乐呀 无聊的时候我就该去玩合成老阿阳 我已经打到一千多分了 小小跟你们说 骨子因为怎么都超不过我 现在已经气急半化了呢 小伙伴们能超过我吗 赶紧过去试试吧 小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